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主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 金橋6133 那一樣是觀眾問的個股 那我發現觀眾其實都 蠻喜歡去找這個 算是多頭的這些個股 對那一樣就是 如果說看得懂一些支撐和壓力的話 當然都是可以去 沿著趨勢去進場是都沒問題 那一樣我會從這個 日限週限月限然後這些級別 然後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那當然越大級別呢 他的這個趨勢線嘛 他這個支撐和壓力的話 其實就是最有用處 那越短線其實他的震盪呢 就是會更加的明顯一點 好啦我們就直接來講吧 那今天呢是有碰到這個掌停板 12.8之後回落到12.1 那今天的量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44000張 對可以看到44000張呢 基本上 對就是我們這樣拉遠來看啦 就是說算這個月因為這是月限級別嘛 然後這樣看的話就是在這個月突然爆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量 對那我們現在切出來的這個月限級別呢可以去觀察一下 可以知道說我們當初呢這一根跟這一根 分別是2014年的4月 還有我們2017年的9月 這兩根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然後畫畫過去對應可以知道說去年的4月跟今年的6月嘛 那他們的頂部呢大概的價格都是在這個 呃去年的4月是12.65 然後呢今天啊就是在今天呢最高是12.8 啊就是代表這一個月的最高是12.8這樣 然後以整體規劃的走勢呢 你應該啊應該是要在上個月的這個大直層對不對 1 2 3 1 2 3 3個地方撐住然後應該在5月初對5月那時候的底部這邊就做進場 對然後你就有機會從這個底部多少8塊錢一路到12 不過一樣啊這個都是我講的這個事後論嘛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周限級別 那月限級別就可以知道說他目前比較大的壓力就是壓在這個 大概13塊這附近啊13塊上下 那要怎麼如果如果說目前啊要去做進場的話 我會比較希望他是突破13然後14塊之後回踩 那我才會覺得說他整體可能會比較容易再去走一個比較多頭的這個走勢 對因為畢竟他爆大量嘛 如果說這個大量只是純粹拿來出貨的話那當然就不是 然後我們看一下周限級別 周限級別我們就其實沒有特別畫什麼 只是只是在於說我們去找到當初的底部這個位置 然後其實這一邊這個結構就是在走一個三角收斂的一個算是突破吧 對那其實三角收斂突破呢大家都會說什麼 計算一個什麼滿足點嘛 對那你當然可以去看這個滿足點 那當然也可以去說 喔目前其實就已經遇到了前高壓力 不過前高他的這個 呃量呢 當周啦這一周只有9462張 對然後 在這一周還有兩天交易日嘛 那兩天交易日現在 禮拜三呢他的成交量已經八千 八萬五千張了 所以在明後天應該基本量有個一萬張應該差不多 所以這個 這一周應該有機會破十萬張成交量吧 對我這樣在想 那這個十萬張成交量究竟可不可以去突破要前高呢 我覺得 呃可以去期待啦 因為畢竟如果以單看量的話 就是有點算是加量起漲嘛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會比較看向於說他可以去 越過這個大概13塊左右這邊這個價格啦 對那到底是多少 其實那目前比較短的這個趨勢 他是非常猛烈的上漲 比較難去看待看出一些形態或幹嘛 對所以說我們必須要再切成更小級別的日線 那日線現在看起來呢 他是有一條什麼上升趨勢 所以基本上假設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好 兩根確立之後在第三個位置 其實在昨天的低點應該就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入場點啦 那當然一樣 假設要入場的話還是要去稍微計算一下說 底部到上面的這個壓力的位置到底是有多少這個 趴數可以去賺啊 就要稍微去計算一下 你覺得OK 所以今天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多方的停力點 因為蠻多人壓在這邊去出貨嘛 對那日線級別 大家可以看到發現說的話 畫去標記起來有兩個位置是12.5到12.7 對那所對應的就是今天的 今天的這一根去尋找到的壓力 所以明天非常有機會假設 明天這邊會預壓然後往下跌的情況應該是有 當然會不會碰到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因為在我算是 呃這個頻道裡面第一支影片的時候 就有大概跟大家做講解 說用這個1分K的方式呢 去看他的壓力嘛 那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是他最高的掌停板的價格是12.8 但是我們這一根在盤中喔 我只是盤中 盤中爆發量在這個 他的範圍是12.5到12.7 對那這個範圍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可以接受的範圍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如果說他是像在右邊右側這個 12.32分這個是碰到掌停板 欸沒有 是12.33分 這個碰到掌停板12.8 這邊的大量的話 我會覺得說這邊可能就是 呃有人要鎖 那有人就賣掉嘛 就是可能要有要鎖掌停的這個券商去鎖 然後他就賣掉 那基本上鎖掌停的券商呢 他如果說鎖失敗的話 有一些會直接當天直接除掉 基本上只不會讓你看到 這個盤後一些他一些買超的籌碼 就算有應該也是一個少部分 他可能還是會觀察一下盤後 然後可能掌停板沒鎖住之後到尾盤的情況吧 對我想也是這樣 對所以說我們可以值得注意 是10.58分這個3191張的大量 那我認為說明天 只要他反彈到這個位置 是非常有機會再次回壓 除非說他的量對不對 他的量也要起來 跟今天差不多 或是甚至 就是跟昨天差不多 對那可能有個 大概有個3萬多張 應該是有機會再突破潛高 不過我會看 這邊的位階 我會看一下壓力比較重 第一嘛 我們剛回去看這個 月線級別的位置呢 他就是整體 欸整體就是壓力未到嘛 對不對 那看日線級別也可以知道說 他如果說有再次回檔到這邊守住的話 那基本上你們在這邊做進場的籌碼呢 都可以持續在廣告 因為可以延伸的上升趨勢 有可能走出的是一個 上升三角形的一個結構嘛 對不對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卡住底部 然後壓力都在這一塊 最終是有機會突破嘛 因為現在有兩個力道嘛 第一力道是一個 三角收斂的力道嘛 對 那再來就是一個 日線級別的上升趨勢線的力道 所以整個 上升的力道是強勢的 只不過在於說 現在去做進場 我覺得還是比較 偏向於比較危險 所以說 究竟會不會十五點 十二點五到十二點七 是可以突破之後回踩 再去做進場的點位呢 都可以試單看看啊 那 就是至少要突破嘛 突破今天的比較大量的 這個三千多張的位置 那之後情況再慢慢看 對 如果說你就是 盲目的直接做進場 那你在哪邊停力 在哪邊停損 你都不知道的話 那 就是有可能就直接被抬出去嘛 有可能被當韭菜閣嘛 對啊 好啦我們京橋6133 就大概剪輯到這邊 那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